这条是一条普通的代数题目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题目砍头呢 它就说到有四个数 A B C D 它们加在一起就是43了 先写下吧 A加B加C加D 这四个数加起来就等于43了 然后呢 我们拿这些A B C D来玩一玩 进行一些处理 处理完之后呢 就发觉这四个数呢 它们是一模一样的 双等的 然后呢 就问回究竟A B C D这四个数是什么 既然我们有一个双等的数 可以帮我们做切入点 从而 将这些A B C D 拿在一起的话 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不妨切这个双等的数 做我们题目要找的X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着手开始计了 首先 A的两倍加8 A的两倍加8 就可以细成这样 然后 就等于旁边的数 也就是等于这个双等的数 也就是等于X B的三倍 B的三倍 C的四倍 D的五倍减四呢 也就是 D的五倍减四就是这样写了 这样呢 那就搞定了 既然我们找到X的话 然后我们有没有方法 可以 找回这些A B C D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左边的这一条色 但是这条等好的左边 只有A B C D 那我们要在这一堆色里面呢 要Extract 要抽一些A B C D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玩一玩了 那整理一下呢 我们发觉A呢 就会等于 X-8 除以2 那同样道理呢 B呢 就等于X除以3 C呢 就等于X除以4 而D呢 就等于 X加4 除以5 咦 那我们搞定了 既然我们可以ExtractA B C D 那我们就可以裂色了 那代替了 我们就会有 X-8 over2 加Xover3 加Xover4 再加X加4over5 那等于43 那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简单的代数运算了 那通完份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 30乘以X-8 加20个X 加15个X 再加12乘以X加4 那整个X 等于2580 那然后就解了它 那解了出来呢 我们就会有X 等于36了 咦 那我们已经找到X出来了 即是找到这个双等的数了 那接下来呢 最重要的步骤 那就是把这些双等的数呢 怎样拿回到ABCD 那呢 咦 我们好彩保留这一行 那这一行呢 就是提示了 那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找到ABCD 那刚好呢 这里就已经有齐了ABCD 和这一堆X的关系是怎样了 那所以我们直接代回X等于36 那ABCD就显然已自动出来了 那我们代36 36-8 那除以2呢 那就会有 A是14 B是12 C是9 D呢 就是8 那 那因为这一条是文字题的关系 所以我们最最后呢 是要写一个解答出来的 那就是ABCD分别是14 12 9 和8 那英文呢 记住不要留了这个 respectively 这个英文字了